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又来玩灵魂式新春者啦 今天呢我们来玩玩看这个破咒者啊 然后正好啊刚刚好昨天有一位网友呢 给阿嘎提供了一个烧套路 然后打起来非常的强力 然后正好啊今天阿嘎也在这里分享一下 同时也感谢一下网友给阿嘎提供的各种套路啊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其他的网友啊 给阿嘎提供了其他的角色的一些打法 只是呢有一些角色阿嘎刚刚已经玩过了 所以部分如果特别厉害的套路啊 阿嘎可能会留到后面 然后再来做做影片 然后今天我们的破咒者呢 他的第四把武器灼热之刃啊 然后正好他的技能啊 就是我们之前玩过用来打这个烈焰苏式 然后不小心阿嘎那时候不知道 原来是他的 然后就拿来用了这个技能 然后没想到还蛮厉害的 然后正好呢今天网友推荐的这个套路啊 就刚好都要用上这些技能 那阿嘎今天就再一次来拿这个技能啊 再来打打看好了 然后技能术方面呢 阿嘎同样的呃就是一贯的 都是把他基本上都升满了 然后他比较特别就只有这一个 就是会给敌人加一个异伤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好像就其他的就不多了 另外那个 飞击类型的伤害会增加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好像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然后他的技能呢 就是这个烈焰行者 然后可以通过击败敌人啊 可以吸取一些星辰之力 然后进入一个宇宙的状态啊 一会玩的时候我们再仔细来看看 然后符文方面有网友就直接推荐拉嘎啦 就连阿嘎连想都不用想了 直接就选了这个聚焦啊 所以今天会拿很多相同的技能 然后还选了这个领头人物 因为我们今天啊 主要玩的是召唤类型的技能 然后还选了一个5G大师和这个烈焰的技能倾向 烈焰就是多抽现一点那个烈焰类型的技能 那希望我们可以早一点凑齐 我们今天想要拿的技能啊 然后那我们就出发吧 今天我们的地图啊选个地图暗一点的吧 就那个背景颜色可能看起来会好看一点 然后我们今天的技能好像也不用阿嘎多介绍了 我们上一次已经用过了 就是一个火焰风暴 火焰风暴就是 网友有有跟我说 就是有给阿嘎介绍 就建议说用这一招啊 用来主要叠加那个灼烧的状态啊 然后多叠几层呢 然后再用这个火焰之刃 因为火焰之刃啊 是敌人身上每多一层那个灼烧或者是融化 然后他受到的伤害就会越高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拿一招这个火焰风暴 然后尽量多凑几招这个火焰之刃啊 来砍敌人 然后想想一会敌人被一堆的这个飞刀追着砍 想想那个画面就感觉精彩啊 然后怎么现在我感觉那个敌人好像不算多啊 然后这里有个加这个灼烧就有概率加减速了 但是减速我们暂时没有很需要吧 暂时没有很需要 那我先加这个多试试吧 先拿这个好纠结啊先锁了吧 我都要哈哈 其实好像有点浪费 但是我想说今天都是那个灼烧的 那我顺便加点减速的 然后减速的呢 后面有机会 又有机会再加个那个破甲的 那就顺便拿一下好了 破甲就是那个虚弱的 啊对了今天我们角色的一个新的一个一个技能啊 就是这个 杀死敌人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这个星界烈心啊 但是我好像暂时还没有等到那个 诶 诶 诶先拿这个 然后这个我就不要了 然后我再拿个无情吧 但我暂时好像还没有找到那个烈心哦 就是那个可以让我吸取那个星辰之力的 然后这里先拿个数量增加 诶再拿一个火焰之刃 然后加点暴击率啊 优先加暴击率 诶再加这个数量增加 那我刀子的数量就可以越来越多了 14把武器啊13把 14把13把 然后没有遇到合适的 我们就刷一刷 诶又有一个火焰之刃 然后再来加暴击率好了 我们优先加暴击率啊 我们后面 后面可以考虑也拿一点这个灼烧子吧 就我感觉那个灼烧 应该可以让我多疊几层的吧 然后这里我再拿个火焰之刃 对我们今天就有4个火焰之刃了 然后想一想一会 对敌人被及时把刀追着砍就 感觉就就会很精彩 但是我们的现在这个 那个火焰风暴好像那个范围还不够大 我们尽量多拿他范围大一点的 哇现在一堆的刀子 整个画面都是我们的刀子 然后 就再刷一刷吧 火焰风暴 我先拿火焰风暴好了 其实网友有建议拿另外一招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因为拿了那个 那个技能倾向嘛 所以我感觉应该 我们不太容易遇到 那我们后期一点我们再再来 看看能不能遇到 哎有了刚刚好就有了一个奥书之力 那我就先取代掉 就先换走这一招吧 然后现在我们想要的技能 已经全部都拿到了 效果范围 哎这个先跳过主动主动技能 啊 今天就主要就多拿一点这个 回这个技能范围啊 哎爆击率爆击率 所以我们目标也是加到100就好了 哎说起来怎么怎么今天 这个破咒者 破咒者的新新界之力怎么没了 多次施放 就正常来说我们应该 嗯 这个这个那我先拿着一个 是正常来说杀死敌人应该会出现一个漩涡 然后让我们走过去吸取那个新界 新界之力啊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完全没有遇到 哎有了就是这个 紫色的漩涡 然后就是让我们吸取那个新界之力的 但是我现在有点有点忙 我们稍后啊再来细细看 好了敌人好像都挂了 然后我加 加一层虚弱就有几率加那么流血 我要不要加虚弱呢 啊就是要不要加这个流血呢 呃好打吧 就毕竟稀有度好像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优先加范围 还有再加范围 哦然后又加伤害又加这个效果范围 那我先锁定一个 多次施放 威力增强奥数智力的威力要 要把它调高一点啊 他的那个多次施放的 的修正啊 才会增增加啊 然后怎么我们打 现在打一场 才吸那么一点点的新界之力呢 是不是敌人太 啊我猜可能是那个敌人死的太远了 会吧 就我们的刀子很远的 哎有了有了有的吸了 但是他不能定在那边吸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他的提升啊 还是有点难度的 嗯 然后可能是今天我们的刀子 可能飞的比较远吧 就不好留意他的那个 那个就是在哪里出现 哎我已经发动了我的新界之力了 是吧 就出现一个神秤缩弱的一个效果 但是老实说阿嘎也不太确定他的实际效果 因为他是不是跟头一些技能的名字相关啊 但我又忘记了他的名字 就是忘记了技能的名字 所以就就算了哈哈效果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他的发动发发动几层呢 是要先要看你就是囤了多少层 哎先加个移动速度吧 效果范围 哎加这个吧自然 所以他要发动几层的那个 百分之多少的新城之力呢 就是看我 我拿到那个猎蜥的时候阿 在这种漩涡里面我已经 我已经储存了多少的 那个新城之力这样 所以就挺 挺麻烦 我们要经常就是要去 牛神寻找那个新城之力 我感觉有点分心了 哎然后这里有个暴露弱点 这个也蛮好用 就是可以他有创伤的时候 叠加的效果可以有概率翻倍嘛 嗯 那我就优先拿这一个好了 用来叠加我们的那个 灼烧的状态会有点用 我会觉得这种新城之力挺难拿的 就挺麻烦的 有时候我都会直接就把它忽略掉 那今天我试试看来拿一次就好了 就有点鸡肋的 就有点鸡肋的 同样 也是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更新过后 他 他的 大多的 新的 新的东西 新的技能都 反鸡肋的 其实 伤害加成 来一下吧 其实这个主要用来叠叠状态就好 哎效果放个越来越大了 现在是第四波的boss 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叠加一下那个新城之力 那这个新城之力他他吸一会然后又会消失掉 比较不好叠啊 加个 伤害这个伤害好像没有没有很低啊 主要加状态 那我加个加点生命值吧 后期我们要要撑久一点主要就 就看我们的那个血量够不够啊 哎哎又有哎呀刚刚好那个漩温就没了 哎有个低温每加一层减速就加一点虚弱 然后我们前面有拿了那个灼烧加减速 那减速就加虚弱 那现在敌人就会很虚弱了 那打起来应该就会痛一点了 我在等待等待我温度百分之一百的时候 然后我就过去拿那个烈心 伤害加成了火焰风暴和这个这个伤害加成 好像好像很一般哦 算了拿吧 好了好像叠满了 现在叠满了 然后我就去发动一下拿上这个 哎 然后就可以发发动这个能量脉冲 神机妙算还有奥助威精 应该是一些技能品是吧 但是我把他们都忘记掉了 我只看到就是在不明的发发放出来那些 灰坎状态的 有些奥助的攻击啊 然后其他的我都 不太确定 呵呵呵 所以我可能就只会发动一次就算 所以去凑那个凑这一条实在是太麻烦了 可是经常又要去去拿那个状态 然后又小心 如果刚好敌人的攻击在我们脚下面发出来 然后我要小心一点躲开他们 我感觉就会很麻烦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那个范围就尽量多多拿广一点就好了 然后就多给敌人叠加一点那个灼烧的状态 然后攻击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的小弟吧 然后施放频率啊 这个哎十秒但是冷却要那么久 其实可以拿一下 但是这个持久类型的伤害修正 不用了吧我加速放频率好了 好了打完第一波刚好七分钟 这个这个这个套路的速度也是非常的高啊 他刚打过最快的就是用那个兔子 那兔子我也打了好像六分钟零 十几秒这样子 那就跟这个就是跟这个跟那个其实差不多 但我感觉这一个打法可能到后期会更强一点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天好像加了那个 也不那么速度不多啊 玩友说轻松打上第十层啊 但是他擔心自己的技术行不行 哈哈可能可能会打的没那么高 但是没没关系 就我们来试一试就好 就让玩友们有一种好用一点的套路啊 可以参考参考 啊 啊 啊 强力一击 啊 不過我覺得這一個角色用用這一個技能搭配應該是最就是效果應該會是最好的 因為剛好他需要的技能啊就是就是網友給我推薦的技能剛好就這個他角色本身都已經有了 就就不像我之前用的那個兔子這樣子就是每個角色都可以拿但是不是每個角色都都可以很順利的拿就有機會需要拿一個技能精通啊之類這樣才能拿得到 但其實這一個套路用在其他的角色身上應該也可以就是可能犧牲一點點那個攻擊力吧 就是可能就拿不到那個 可能就拿不到那個召喚的傷害增加那個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多疊一點那個狀態吧 哎加生命加45點這樣很不錯 我們今天平平均一點啊就那個保命的我們也拿一下 傷害增強施放頻率 施放頻率 好先加傷害吧 加點移動速度 我們前面已經拿了很多那個 加攻擊力的 我們現在開始的考慮考慮保命的問題了 不然阿嘎又撐到第三關死了之後 他就 他就很對不起網友了 因為網友說可以讓我撐到第十關了 來對了看看我的暴擊率暴擊率現在百分之九十 我們到百分之一百然後就可以把他劈除掉 多次施放哎也不錯啊多次施放就多砍幾刀嗎 其實我可以不用跑來跑去現在 主要就靠我的小弟們去打 就靠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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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刀啊 去攻擊敵人 威力增強 哎炒步速度 效果範圍 多次施放和速度 現在是五秒鐘的冷冷卻時間啊 那這一個我就很想要多拿一點 那先拿這個吧 範圍再加一下範圍 哎我刀那麼多了他的持續時間就不用拿了 再加點範圍就盡量讓我的那個 那個火焰風暴啊可以多打一點 哎火焰風暴什麼時候排到這裡來 我前面刪錯技能了吧 有可能可能他給他刪錯技能了 本來他應該排在第一招嗎是吧 所以我刪錯了第一招嗎 我本來是打算拿就是 把把後面拿到的那一招刪掉 因為他好像等級低一點點 我也不確定打到打到很後面 我本身面的東西都已經忘記了 全場都是都是我的召喚物啊 而且這種召喚物是相比兔子 就是看起來還還會更明顯 因為兔子都是衝上去爆炸然後就沒了 我看到只有一地的滿地的烤焦兒的兔子 但這一堆刀就飛來飛去去攻擊敵人 看起來就很兇猛 傷害增強還加這個虛弱了 加這個就加一招 我加虛弱好了 所以我想要加一下那個冷卻時間 時間增加 就加奧數智力的持續時間 哎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他可以 無限的連續去發動這一個技能了 就變成長度技能了 多次施放傷害 呃好加生命值吧 好施放頻率 現在我也不需要加他的施放頻率了吧 那我加這個好了 玩偶說多疊一點那個負面狀態 攻擊率會好一點 那我盡量在就是 可以的話就多盡量多選一點 就其他的部分技能已經沒什麼作用了 我就選吧 哎這裡有一個燃燒可以加緊速 那如果我一直拿就是一層一層拿過去 會不會就是 因為一個燃燒 然後就就出發了一堆的 後面效果 多次施放 再來多次施放好了 這邊有泡打 ok 可是現在剩下最後一波boss 看來第二輪還是輕鬆的可以 可以搞定啊 哎我的爆擊率還差百分之十啊 我還想說差不多可以把它刪掉了 就到一百就ok了 炮塔炮塔 我的主要攻擊力 都要等那些刀子跟著我過來 才會有效 就前面就純靠我的那個回旋斬 火焰風暴去打敵人 去打那個炮塔 就打的很慢 哇塞 怎麼現在的敵人 全部都看起來那麼大隻啊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冰字發生在哪裡呢 好像好像都掛了是吧 對都掛了 然後我就要好去下一個地圖 越打越快啊 剛剛今天有沒有機會打到第十輪呢 我覺得我可以少少少一點到處走來走去 省力一點是吧 就只要敵人還沒有達到我 我就不要走來走去了 就交給我的小弟好了 就交給我的背刀 再加爆擊率 還差百分之五啊 就到百分之一百了 然後就可以把他刪除掉了 欸 傷害加成 那可能優先都加他吧 所以我要刀多少攻擊力啊 然後就可以把他刪除掉了 多加一點傷害 那也沒說他到底有多少少傷害 所以我之前才會低估了他的攻擊力嗎對吧 那後面沒想到那個 刀子的攻擊力才是最猛 欸 有這個爆擊流血 優先拿他吧 就再給敵人加點流血 那暫時來說他死的都很壞 那打到第五六輪我就不敢確定了 時間增加加點核檔就好了 第五六輪開始 之前我們用褲子 第五六輪就開始 開始有點刮殺了 欸 爆擊率到百分之一百了 欸欸 什麼是複數啊 我的傷害是複數 什麼鬼 一會我們來加點攻擊力好了 多少就要加一點的吧 時間增加 欸這個可以剃除掉了 時間增加 其實他持續時間不用那麽那麽高的吧 但他都一直十幾把維持在那邊呢 應該就不用不用拿那麽多了 移動速度 來一點 傷害加成 多次施放 來又來了又來了 boss 門又來了 boss 門又死了 哇 哇好快喔現在 數量增加 欸數量增加也ok喔 來優先都拿這個產物 感覺時間很快現在 現在是4秒一次 如果可以再快一點的話 就好了 欸前面好像看到這邊有炮塔的喔 就沒了 就不用我出手 然後就沒了 啊對了我到現在都沒有 就是一直都忘記去看那個boss 我們可以扣他多少的 就造成多少的那個負面狀態 我們先來看一看啊 或者有看的玩友可以跟我講一講 boss差不多了我來了嗎 打到越後面就越緊湊 現在還是要打一點小塊 欸來了來了 他們來了 欸有個流血又加中毒 也可以拿一下 欸哇靠 我看到500多層的那個減速 100多層的虛弱喔 好像別加加那個減速好像加最多的 最多的 反正是那個火焰 那個灼燒 灼燒不太高嗎 300幾 欸所以因為我砍他 然後他就會少了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欸欸要留意一下 要躲一下 威力再增強 欸先加這個 讓他的那個速度快一點 3.5秒了現在 3.5秒就出來一招 施放頻率 加虛弱吧 又來了又來了 欸這裡有個加效果範圍喔 在這裡加那個所有的傷害喔 先加這個吧 欸現在可以耶 我感覺我可以 可以撐到很後面 繼續加兵好了 哎 哎 敵人呢boss在哪裡啊 怎麼那麼久都還沒死啊 哇是他 多次釋放 但我現在主要就那個獵鷹類型的多次釋放 多加一點就好了 然後移動速度 移動速度 暫時來說 我覺得 也還可以 不算太快 那我就再繼續拿一下 直到我感覺那個速度夠了 然後就可以直接不拿了 哇我看不清 看不清他們的攻擊 欸好了好了 我感覺只要打的 就是 只要輕快輕的夠快啊 然後就 那個躲避就不是不是問題了 哎小心差點就撞到那個那個 回去的那個門上面了 就我之前嘛 那個攻擊力不夠啊 然後一直要躲來躲去躲來躲去 多辛苦啊 然後我現在才 然後後面啊 他更新了過後 我才發現 原來一直是我的攻擊力不夠 才是問題 而不是這個躲避的問題啊 當然我也看過 就是網上有一些那個閃躲很厲害的 高手啊 那就更更強了 哈哈 我覺得攻擊力又高 然後又會躲我 我還是躲那個 那個 跟著我走的那個靈魂 那個叫什麼啊 叫著我走的那一隻鬼啊 我還是離他遠一點 熱能衝擊 還有多次施放 那我先拿哪個 先鎖一個 熱能衝擊我也是要拿一下的 減一狀態嗎 效果範圍 還是數量增加呢 反正這個直接加我的攻擊力啊 這個範圍我覺得加的差不多就好了 傷害加成 好糾結啊 哎 好了 對我們的攻擊高不高應該主要也是跟我們的那個刀的多少有關吧 他有來了 要小心一點要躲躲他遠一點 有時候就是地圖上那個光污染太嚴重 然後我就老是被他無聲無息的跑過來我身邊 然後被他打 哎哎呦我加衝刺的 衝刺多一點好像打起來也輕鬆一點 就是我可以 基本上可以無限的 無限的衝刺了 所以我感覺好像我的範圍已經夠寬了吧 然後打算可能那個範圍就不要再疊那麼高了 因為我已經看不清我的範圍到哪裡了 哇衝刺的次數也很高了 哎這個還來啊 算了最後一下吧 然後後面應該不用再拿了 因為跑太快的話又要撞到boss的懷裡了 哇現在衝過去 然後敵人直接就已經躺下了 好了這個我要踢除掉了 不然老是忍不住 然後又拿下來 傷害修正還是復速的 哎boss又來了 施放頻率還有範圍 範圍範圍 範圍這裡其實也不用不用拿了吧 太高了 時間增加 這個但是他好像不能重疊的吧 那我就別拿他了吧 我拿巨獸啊 選那個白的 繼續巨獸 哎有個毒血 毒血也不錯 就講著講著好像是不是又打了一波怪 一波boss啊 反正就輕輕怪輕的好快 完全打了像沒打一樣 威力增強繼續加威力嗎 先加傷害吧 先加傷害好了 現在我多多次釋放也是挺高的 加200多 然後繼續加他的速度吧 現在我3秒2 可以發出來一招那個火焰風暴 然後我看看敵人疊加的那個狀態也是挺多的 但是不能再疊上去了 因為他們很快就死掉 就是那個層數到差不多 然後他就死掉了 哈哈 傷害加成 我再來拿個這個烈烈烈烈 看效果好了 就拿了25% 我沒有故意去疊啊 因為我感覺那個 效果實在是很一般 威力增強 像絞肉機一樣 然後一過去 然後他們就就都都都倒下了 好又搞定了 好在哪裡呢出口在哪裡 好在這邊 那麼多的刀啊 哈哈想這就恐怖了 哇 一堆刀過來 看不到鏡頭的感覺 哎又回來這一個這一個地圖了 無情好破綻加破綻吧 優先加那個 呃 減易效果 因為我之前有加過那個暴擊傷害 就盡量多加那個暴擊傷害 但是感覺 效果還是我覺得不太理想 哎哎哎加 我是想要拿這個 但是這個我也 我覺得也是要拿一下 然後有網友說那個減易基本上就是 無上限的可以一直疊上去 那我就多拿一點 哇我看四五百層的的那個加成了 那個減易了 哎我現在會不會反而就優先 優先加那個火焰 火焰那個層數疊加上去 因為效果還更好 攻擊力還更小 哎傷害加成 但是只是加那個火焰風暴 那他傷害加成算不算在那個 就是多次施放修正那個百分比 不知道算不算在裡面 那這裡我就先加速度好了 因為我想要他的速度再開一點 兩秒多一次了現在 哇哇哇哇哇哇哇 靠怎麼死了 不行不行要專心一點了 不小心掛了一次 前面一不小心突然突然出來的 的敵人然後一不小心又被打 好了看到boss的時候 我們要躲的遠遠的 邊講話然後邊分神一個分神然後就不小心 哈哈哈哈 現在才多少啊現在才打到 第五輪 我還是勤奮一點吧 就勤奮一點多移動 就走來走去 那瞄準 瞄準我們角色的那種攻擊就 哇哇哇 巨獸 要保命了 就瞄準我們角色的那種攻擊就可以了 趕快衝過去 就不要讓他打到我 就不要讓他打到我 然後再瞎巨獸 然後再瞎巨獸 先刃 好過去了 差點差點第二條那個 第二次的生命也沒了 看來果然是技術問題啊 就像前面有網友跟我說就是 有時候有一些 有一些打法啊 他跟我說 好用的 然後可以打到很遠很遠 就是有網友 跟我說他打了20場這樣子 那後面阿嘎發現呢 就 不是套路的問題 是阿嘎實力的問題 阿嘎實力不允許 打不到那麼遠啊 呵呵 哎 然後莫修來了 要小心一點 反正有路就走了 不要走那麼近了 逃啊逃啊逃啊 威力增強 還有巨獸 要我們拼了命的加那個 加保命的吧 哈哈哈哈 好拼了命加保命的 好我們走 走活的久一點 威力增強 還有加這個堅韌 時間增加 就我現在如果是那種独立 就只加一招 就是某一招技能的傷害阿效果阿之類的 我就先不選了 我就多多選一點那種就是 全部都可以增強的那一種 比如巨獸 哈哈哈哈 然後再加個威力增強 施放頻率還有堅韌 哈哈 優先選了堅韌 就現在我覺得我的那個攻擊力是完全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怕怕被打死而已 傷害加成我就加巨獸 就後面他的那個就是敵人的 哇靠 哎我什麼時候 我什麼時候還被耗掉了一條生命的 哎不知不覺之中我還多死了一次 我還以為自己還有一次機會 然後沒想到一在那邊被殺停就是剛好被擋住 然後馬上就死了 那也可能是因為邊邊邊錄影片 然後邊講話邊分心的關係吧 哈哈哈哈 阿嘎為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這一次沒撐到第十波 那也沒關係 我就感覺這個打法還挺猛的 他的攻擊力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主要還是很多攻擊沒躲開 然後就哈哈 最後還是死了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套路啊 網友們也會喜歡啊 然後再一次啊 感謝一下網友給我提供了一個 呃 這那麼好用的一個套路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朋友啊 幫忙點個讚唄 謝謝大家拜拜